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滅絕 我是老頭 今天呢 我們要來打我們的 沙漠泰坦 各位看見我這身 超屌的衣裝 就知道今天我們準備要做些什麼了吧 我剛不是講到幹嘛了嗎 老頭一開場 就自我吐槽 厲害厲害厲害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5000個能量元素碎片 以及這一些 泰克步槍 有看到說老頭為什麼其中一把是傳說的 因為老頭不知道沙漠泰坦他的能耐到底是多少 所以說準備一把傷害比較高一點的 或許會比較輕鬆一點 才不會這麼的克難 然後呢還有我們泰克頭盔 為什麼不戴上去呢 有穿過的人都知道 非常的擋視線 所以說我不如就不要帶了 然後再來就是 進去副本所需要的材料 進去副本所需要的材料呢 就是這個第二皮膚要10個 然後呢這個受感染 應該講腐敗吧 腐敗的心臟 要100個 這腐敗心臟打那個拉 一看就知道是要打誰拉 腐敗心臟就是要打那個阿 滅絕裡面所有腐敗的恐龍阿 對阿他就有機會獲得心臟阿 不然呢還要打誰阿就只有那些被腐敗不知道還有誰 台灣的政客嗎 好 趁機偷錶一下沒有拉 好啦 呵呵呵 然後再來呢就是這個火焰狗爪 總共這三樣東西其實是四樣 還有一樣就是 這個滅絕地圖的神器 然後很奇怪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滅絕地圖的神器居然是在那個地方 哪個地方呢 我們等一下呢 過去你們就知道了 有沒有看見 就在這裡拉 就在這個地方阿 我們當初飛過來沒有瞄到阿 我們還在那邊哒啦啦的 就飛到前面 完全我們的那個 眼光視角全部都是在前面那個平台 完全沒看到神器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就是我們滅絕的神器 那我為什麼會說很奇怪呢 奇怪的點就在於說他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神器居然會在這個庫本裡面 所以說意思是說 之後的冰泰坦跟我們之後的 跟我們之後的另外一隻泰坦 是不是也是一樣這種模式 就是神器放到旁邊 然後你拿了就可以直接開了這樣子 我是不知道拉 可是我覺得這個有點有點掉鬼就是了 就感覺有點偷懶 因為畢竟像是先進傳說地圖 或是什麼的 他們那個神器都還會有一些關卡 機關阿 有看過老頭之前在no live直播 去那個沙漠的那個 拿沙漠遺跡的神器 玩得要死要活了就知道了 是有用心在做的 但是他這張地圖呢 神器直接丟到旁邊了 他連設計都懶得設計了 就放到旁邊 你要不要拿隨便 你沒看到你家的事情這樣子 我還真的沒看到 我覺得他可能就是 把所有的心力都投資在這個滅絕的內容 內容物物品 那關卡不是關卡設計是 尋找神器的這個設計呢 他可能還沒有想好 然後就被趕鴨子上架了 但是這神器又不知道該藏在哪裡 你只好隨便丟丟在這個副本的旁邊 好 可能是變這個樣子阿 好 我已經替這個製作人 稍微腦補了一下 可能是這樣啦 好不好 好啦 非要不多說 我們又回來這個地方了 咱們又回來這個地方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 把這些材料丟一丟 不對不對不對 先不要丟 我覺得我們先存個檔 先存個檔 然後存個檔之後呢 老頭看一下Guard模式 我跟你講不開Guard我要打好幾輪阿 好不好 林北就先開Guard模式無敵一下 然後把我們的老英線放這裡 不要傳進去好了 我們就在裡面 用Guard模式慢慢的去摸索 這隻沙漠泰坦 到底要怎麼打 據我所知呢 就是打他腐敗的 把攻擊他腐敗的部位 他就會受傷 然後攻擊到一定的程度 好像他就會被馴服吧 是不是這樣子我不曉得 反正就打看看吧 好 反正我們已經存檔了 來吧 好 見證奇蹟的時刻 終於要到來了 來 生氣 丟 開始 open 我 我要被傳走了 恐怖 來吧 老頭以興奮不已 要對抗沙漠大泰坦 要對抗沙漠大泰坦 唉唷 傳送了傳送了 這隻哪裡 嗯 嗯 哇 荒郊野林 在哪邊 我看到我看到哇賽 出現了出現了 唉唷 唉唷 我放下BGN好了 看一下BGN的聲音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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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俘� flames 要把他腐敗 Agr 荀負賠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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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沒有這可能 攻擊阿 攻擊阿 他要把我甩下去了 解決女 快點快點快點 他縮了縮了 射沒多少就過熱了 玩屁喔 換一把換一把 反賞一滴而已 過熱 要玩下一把 我要過熱消失 我是不是快贏了 死掉了 這是失敗的意思嗎 打贏了 然後 物品藍 哇 這麼多東西 可裝備 直接製作 哇靠這邊有那個餒 高級的藍圖餒 欸我們這樣把他打死 就沒辦法馴服了是不是 怎麼會這樣子 掛了 然後突然變超安靜的 阿我要怎麼回去重點 來了 old 呃 哇 你看這就是 他變身的樣子 羽木鱸 嗚kef 這就是他變身的樣子 有無無無有無 我們直接站在上面 呵呵 我們現在全身帶電 這個如果你不閃就是被劈死 overcrow 我怎麼直接掉下來了 禍他旋轉阿 他把我甩下來 洛雷劈他這裡快點 對 就是這裡沒有錯 這樣有沒有效果 有有有 你看果然 就是洛雷要劈在他身上阿 他才會打開這個東西阿 才會打開這個開關阿 把他腐敗給打掉阿 全部冷卻完再拼一波就好了 欸 這邊被打掉了喔 有喔 靠洛雷也是有傷害的 欸 有欸 有成功欸 他那邊被打掉 他那邊被感染打掉剩另外一邊了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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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有有有差 真的有差 你看 你看 這一半邊是這個樣子這一半邊是這個樣子 有了喔 開始有兆頭了喔 有 被披到了 有沒有 靠洛雷去披他拉 剩下最後一個了 剩下最後一個了 我們快要解放他了 咱們快要解放他了 來,來,這裡,這裡,最後一個,最後一個,尾部的部分 尾部的部分 就這裡 PRG,快點 有,起來了 這邊有點難,因為,比較尾巴 來,來,來 來 洛雷PRG,快點 有了,成功了 成功了嗎 可以馴服了嗎 可以了 哇 哇 成功了 哇 OMG 我們成功馴服了沙漠泰坦啊 有沒有,這麼大一隻 你看我,我的頭 有沒有 他的頭,在這裡 我在這裡 夭壽 夭壽 這真的夭壽 不是我怎麼說,真的有夠夭壽,很大隻 來,這個圖 紀念一下 太恐怖了 哇 終於成功馴服了 然後呢,他這上面超大的這個平台喔 我不知道這可不可以拿來蓋房子喔 應該是可以拿來建築吧 我只是 就變成那個,跟那個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一樣的 跟那個,風神翼龍感覺是同一個概念的樣子吧 好像是 我們來看一下喔 血歐五十五萬 負重 他這些好像都 他這個都不會有等級的耶 他都沒辦法點耶 我們補血槍射他看看好了 看會不會回個血 會嗎 會喔 他試用補血槍喔 而且回來還蠻快的喔 而且這個好像是沒有所謂時間限制的樣子吧 兩千兩百五十等 我靠,抓到就超強的 右鍵 右鍵是什麼 右鍵沒功能,C鍵 喔 右鍵完之後 喔 哇 喔,我懂了 指定落雷落哪裡按住有沒有 哈哈 哈哈 原來是這樣子喔 哇賽 哇賽 這麼酷 這麼酷啊 來,我也要繼續落一下 他落得好像也不管體力的樣子 我要雷龍 這是雷龍 這是雷龍嗎 還是劍龍 欸,怎麼沒有啊 喔有有 被劈死了 不知道被劈多少就是了 太大隻反而太安靜了啦 哈哈 完全都沒有那個 臨場感的戰鬥畫面 這是一隻很大的讓浮空保里的一個概念 喔 有沒有 然後按C鍵 我按C他會跳出一個類似 鎖定的東西 阿如果不按右鍵是直接這個 奇怪 還是說應該他需要能量碎片 欸,不對啊 他C鍵有一個瞄準 阿瞄準之後呢 功能是什麼 按下空白鍵 喔 按下空白鍵之後 會有鳥被放出來 然後你可以去選擇 叫你的鳥去攻擊 你看一一六二死了 放鳥囉 空白鍵是放鳥啦 然後都按C鍵之後 會出現十字準星 然後你要去鎖定 你要叫你的鳥群去攻擊 比如說這是飛鵝 點個左鍵 齁 你的膠阿就 不會 不會過去 尻死他 有沒有 噗嗤 然後就消失了 齁 然後呢 我的右鍵呢 就是放洛雷 你看前面那一隻 他身上已經開始產生了閃電 他要變超級賽亞人2了 超級賽亞人的驕傲 然後就因為 體力不勝 體力不支 爆屁而亡 大概就這個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 抓完之後稍微有一點空虛 抓完稍微有一點小空虛 就這個樣子喔 好吧 可能沙漠泰坦 真的是這個樣子 冰泰坦跟另外一隻泰坦 可能會比較有看頭一點 那這隻就算是一個 空中要塞吧 我覺得 這隻就是一隻空中要塞 非常的屌 非常的 非常的棒 我覺得 那這個應該是沒有所謂的時間限制吧 我應該 應該是沒有 他上面沒有寫倒數計時 然後我給他吃一下傳送門好了 以後就可以隨傳隨到 雖然我不知道 你隨傳隨到的用意是什麼啦 你不能點移動速度 更加的可惜 不然就讓你 飛更快了 有了有了 傳送 我還沒有仔細看他 你要去哪裡啊 你要去哪裡啊 等一下喔 我還沒有仔細看他這裡面的功能 Option 這正常的 開啟巡弱模式這裡都正常的 這個也是正常的 這是什麼 這個我就看不懂了 這添加小組 恐龍小組啦 對啊 這些全部都正常啊 這些全部都正常啊 那就一個很大的平台 應該可以在上面蓋房子 我猜一定是可以 好吧 那麼這就是我們的沙漠泰坦 不知道為什麼抓到之後 有點小空虛 不過我覺得還蠻不錯就是了 那下一隻要抓什麼泰坦呢 這個老頭就賣給關子 而且我現在發現原來 我的駕駛艙在這裡 如果我坐上去呢 我看一下喔 我在上面耶 我在上面耶 超酷 超級酷 可惜不能拉近 不一定可惜 好不好 那我們下一集呢 要抓什麼泰坦呢 老頭這另有打算 反正呢 都會抓就對了 那怎麼馴服呢 之後老頭應該也會上網找一下攻略 稍微看一下 然後告訴大家怎麼去抓 有這麼簡單 好吧 那我們今天這個泰坦之魚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今天抓真的超級大隻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 嚇到 近距離看其實還很恐怖的 有沒有 超級可怕 只可惜他眼睛不會動 會動的話我可能嚇死了 好不好 那今天先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左下角給訂閱 右下角給喜歡 歡迎下午幫我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滅絕 再見面了 拜拜 至少 可以 誇到 你的 感谢观看